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來到慧眼看中國 我是甘露 9月25日 中共向太平洋上試射了一枚所謂新型洲際彈道導彈 立刻就被他們的宣傳機器吹得天花亂墜 中共號稱這導彈飛得超高 直接飛出了美軍衛星的偵查範圍 還自吹不怎麼耗燃料就能在太空中打水漂 靈活調整方向 進入大氣層後 還能用剩下的燃料進行末端機動 增加美國的攔截難度 中共還自許這枚導彈掛上核彈頭 就能威懾美國 達到所謂的核對等 意思是 即便不走極端搞核梭哈 也能靠這股核威脅逼迫美國妥協 而且中共還隱晦的威脅 如果談判不成 就可能通過超限戰 偷偷瓦解 顛覆美國 動搖西方的自由秩序 然而 現實遠沒有他們吹噓的那麼玄乎 所謂新型導彈其實就是東風31AG 就是用洲際火箭搭載東風17的高超音速滑翔體 因為東風17的射程只有1800到2500公里 基本是個中程彈道導彈 一旦打起來 夠不到美國航母群 所以就用洲際火箭搭載 這下不說能打到美國航母群吧 也能把美國航母群逼得更遠 讓美帝無法在第一導鏈 第二導鏈有效作戰 但問題是 這導彈的制導系統還在用90年代美國淘汰的技術 中共一直想研發新的制導系統 但看樣子進展緩慢 不然早就對航母動手了 再說了 美軍和日本的導彈防禦系統也不是吃素的 9月26日的消息顯示 日本和美國的導彈防禦局決定採用 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開發的華翔攔截器 共同開發針對高超音速導彈的防禦系統 其實 諾斯羅普的解決方案十幾年前就已經有了 只不過現在 日本和美國導彈防禦局從2023年起聯合開發 2024年5月正式簽署項目協議 計畫在2030年代完成 諾斯羅普的多域防禦系統通過地面和太空的傳感器 形成了一張天羅地網 隨時盯著中共導彈的動向 通過多元情報和智能算法的配合 甚至在中共還在掂量 要不要按發射按鈕時 預警系統就已經開始加班準備了 看看最近 美國中情局發布視頻 讓大陸民眾了解如何向中情局傳遞情報 就知道獲取中共導彈發射早期情報的工作正在進行中 顯然這是中共內部有人想要傳遞情報出來 可是擔心直接發送 中共會迅速發現 所以CIA就鼓動中國民眾集體傳送情報 目的是讓這些核心線人的情報 混跡於普通民眾發送的大量信息中 順利抵達CIA 顯然 戰爭的影子已經逼近 CIA需要這些情報來提前掌握中共導彈發射的蛛絲馬跡 配合美方的多層次傳感器與早期預警系統 至於共軍的導彈一旦發射 不論從哪個角度飛來 這些聯網的地面和太空傳感器早就開始盯燒了 看視頻裡那諾斯羅普的攔截器 共軍的高超音速導彈在太空中打水漂呢 最後 還是被諾格公司的GPI攔截器精準擊中 這GPI可能是空中的戰鬥機發射的 也可能是美國衛星發射的 但不管怎麼發 這導彈都難逃一劫 美國的這些防禦手段就是在明確告訴中共 你們的那些核威脅手段 早就在我們手掌心了 實際上 中共企圖通過打美國航母來搞所謂的核軍事談判 簡直是癡心妄想 更別提東風31AG在進入大氣層後 想要躲過防空導彈可不是臨時機動一下就能解決的 防空導彈打的是提前量 想必開這些導彈得從遠處開始不斷機動 東風31AG真的有這麼智能嗎 與此同時 美國已經把B-1B B-2和B-52轟炸機都部署到了澳洲 準備先發制人 全面打擊中共的東風31AG導彈發射車 這些發射車分布在五個主要地點 四川疑兵 湖南邵陽 山西大同 湖北襄陽和甘肅天水 深藏內陸 雖然美國的B-2具有超強的隱身能力 長波雷達即便能發現 火控雷達也難以鎖定 但要精準打擊這些發射車 同時保證自己毫髮無損 還是有些難度 不過 別擔心 美國還有更厲害的殺手鐧 傳說中的第七代飛行器T-23B 這玩意兒 130可不是什麼普通的飛機 很多人一提到這個名字就當作陰謀論 但事實往往藏在這種陰謀論背後 美國第六代戰機的研發拖拖拉拉 問題多得數不過來 預算不足 進展緩慢的消息層出不窮 但奇怪的是 美國軍方對此顯得不慌不忙 甚至有點輕鬆自在 為什麼呢 因為真正的資源和技術 早就投到第七代飛行器上了 T-23B這種三角形的反重力飛行器 隱身性能極佳 幾乎無法被現有雷達捕捉 更別提攔截了 它的機動性遠超傳統飛機 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全球打擊任務 要摧毀中共那些藏在內陸的發射車 B-2固然厲害 但T-23B更是如虎添翼 能在敵人反應過來之前 就悄無聲息地把目標抹平 更不用說中國那邊的核威脅逐步升級 也是需要這種飛行器 原子科學家公報今年早些時候發布的一份報告估算 中國現在有64枚東風31AJ導彈 同樣的報告還指出 中國目前的核彈頭庫存為438枚 另有62枚已經生產 但還未正式部署的彈頭 這和五角大樓2023年對中國軍事能力的評估報告基本一致 報告中提到 中國的核彈頭將在2030年達到1000枚 更值得注意的是 中國的核戰略正在從挨打後報復 逐步轉向預警發射模式 這意味著 一旦發現敵方核導彈飛行途中 被衛星或地面雷達捕捉 中國可以立刻發動反擊 甚至在對方導彈落地之前先發制人 美國能不防嗎? 如果美國真的沒有反重力飛行器 恐怕中國早就和美國硬碰硬了 美國的這些部署 目的就是在中共導彈還沒飛出大氣層前先發制人 直接摧毀他們 即使有漏網之魚 在太空還有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的GPI攔截器守著 而導彈一旦進入大氣層 美國不斷升級的導彈防禦系統也早已嚴正攜帶 看看現在美國負責末端攔截的標6系統 攔截高度在10-20公里之間 增程型標6Block-1B計畫今年服役 雖然它名字還叫標6 但攝成和攝高已經對標薩德系統 完全是為應對高超音速滑翔體開發的 台灣也有了天弓4防禦系統 據說性能也對標薩德 同樣是美國幫助開發的 說回中共的東風31AG 誰不知道它就是衝著美國的航母戰鬥群來的 美國當然不能閒著 已經部署在澳洲的遠程轟炸機 也是為他們準備的 比爾幽靈隱形轟炸機能發射遠程反艦導彈 B-52同溫層堡壘和B-1槍騎兵 這些大家伙也帶著LRASM或AGM-84魚叉反艦導彈 美軍這些轟炸機已經定期抓住澳大利亞皇家空軍的安伯利亞空軍基地 和達爾文的戰略設施 提到B-52 大家都知道這玩意兒可是空中炸彈庫 一飛上天就是幾十噸的炸藥 單憑一個B-52的火力 就能頂上10架戰鬥機 而且澳洲的基地對美國來說是戰略核心中的核心 沒有它 美軍就得從夏威夷 加州甚至內華達起飛 實在太遠了 戰術烈勢一目了然 所以 這個澳洲基地就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關鍵力量 正因為這樣 中共一直在滲透澳洲 不光在政治上施壓 還搞各種買地計劃 拉攏當地原住民 腐蝕澳洲政策 甚至試圖修改當地法律 原因很簡單 他們知道 只要搞垮了澳洲 美軍不得撤馬 不過吧 他們這招不好使 澳洲可不是那麼好滲透的 別忘了 人家可是阿姆薩五眼聯盟的議員 還加入了奧庫斯 核潛艇項目都搞起來了 中共想在軍事和情報上滲透 難如登天 共軍還是好好琢磨著 怎麼保護自己的航母編隊吧? 但正要動起手來 美國的轟炸機 成批釋放AGM-158C遠程反艦導彈 L.R.A.S.M.分分鐘讓共軍感受到什麼叫打擊防禦 嚴密艦艇的終極武器 真正的次世代反艦導彈 威力可不是吹的 傳統的反艦導彈 不管是亞音速還是超音速 都有個致命短板 在末端容易被干擾或欺騙 之後就變成無頭蒼蠅 想擊中現代軍艦 不可能 攻擊一方只能要麼搞隱身偷襲 要麼扔一堆導彈進行飽和攻擊 讓對方忙到露出破綻 可是 現在的大型盾艦都裝了大功率電子戰系統 導彈想燒穿這種防禦 那就是做夢 尤其是超音速導彈 不隱身不說 全程都被看得一清二楚 根本不可能偷襲成功 所以西方國家對超音速反艦導彈興趣不大 畢竟飛得快 又怎樣 末端還是瞎子 打不中目標 那為啥說LRASM是次世代反艦導彈呢? 說白了 這貨跟傳統導彈不同 它更像是大號的帶炸藥的反艦無人機 可以在到達目標附近時不著急打 而是像無人機或巡飛彈一樣 繞著目標找死角 即使被干擾了 它還能重新鎖定目標 來一輪新的打擊 整個過程中 它通過雙向數據鏈與指揮部實時交換情報 是真正做到智商在線的反艦武器 全程動態監控目標 如果美軍真用10架轟炸機 發射500枚LRASM對共軍的航母編隊進行飽和攻擊 那共軍絕對沒有勝算 如果美軍再派幾架C-130扔一堆MALD電子誘餌 中方艦隊基本就是被逼上絕路 美軍的BEB在距離1000公里的高空投放500枚LRASM-KJ600的雷達 對LRASM的RCS0.1平方米也只能在220公里探測到 即便殲15全員出動 也最多能攔截100枚LRASM 剩下的300多枚還得靠艦空導彈來頂 假定剩下的LRASM在突破尖擊機防線後遭到中方的電子干擾 目標位置不精確 導致航片過大或者自身設備故障 導致20%的LRASM失效或墜毀 那麼還有266枚導彈需要攔截 按照70%攔截率計算 266枚LRASM需要380枚艦空導彈 可是目前052CD驅逐艦的垂直發射系統的載彈量只有64枚 假定其中42-48枚為HQ-9遠程艦空導彈 就需要9-10艘052CD 基本上兩個航母編隊全搭進去了 這還沒算上美軍的MALD加目標誘二 如果美軍派兩架C-130放200個MALD出來 那中方的艦隊基本得亂套 共軍的盾艦平時測試低雷達反射截面的把彈 艦上的雷達系統就已經快撐不住了 能同時接戰的目標數量直接打折 如果再碰上電子戰干擾 即便海礦不惡劣 雷達資源和防空效能也會被瞬間拉低到地板 還不用說HQ-9和HQ-16的導彈制導 還能造成的攔截失誤和火力分配混亂 這些都會讓防空導彈的消耗比理想狀態下多得多 一句話 共軍扛不住500枚LRASM的飽和攻擊 真要這樣500枚砸下去 共軍的兩個航母編隊都會被擊沉 這也是為什麼太平洋空軍司令凱文施奈德上將放出豪言 我們的任務就是擊沉軍艦 美軍早已為此做好了準備 反過來看 共軍的打美軍艦隊的能力也十分有限 DF-21D DF-26D這些航母殺手 要是沒有天上的預警機 地面雷達和其他支援設備 根本連目標都打不準 更別提美國艦隊還有宙斯頓系統 發射的標準6導彈 攔截巡航導彈能力極為強大 射程還遠 共軍的反艦導彈還沒到美軍艦隊的防禦圈 就被美軍的標6啪啪全給打下來了 中國的航母殺手 要想突破美軍的防線難度極大 既然LRASM這麼厲害 共軍為什麼不也抄襲一款 原因很簡單 技術不行 美軍的LRASM戰鬥部比英機18要大很多 卻只一噸重 連FA-18這樣的普通戰鬥機都能攜帶 因為使用得了先進的複合材料和高效的動力系統 設計也非常緊湊 共軍的英機18重兩三噸 需要靠艦艇或者地面發射 最好也只能是大型轟炸機攜帶 LRASM具備很強的隱身性能 在接近目標時更難被攻擊困雷達發現 共軍的英機18更多依賴超音速突防 美軍的防空系統很容易把它打下來 反過來 應對中國的英機導彈群體攻擊 美軍有著一整套多層次的防禦策略 首先 F-35登場 別看中共的雷達使勁找它 它根本就是鬼影一樣 鎖不住 F-35的那些先進傳感器 不僅能隨時監測 還能直接深入敵方空虛偵察 雖然每架F-35的偵察範圍有限 但美軍聰明著呢 派好幾架一起出動 空空導彈伺候 別提多穩妥了 就拿今年7月來說 美軍直接宣布在日本部署F-35C艦載機 為華盛頓號航母助陣 駐日美軍這下三種型號的F-35都齊了 就是衝著壓制中共來的 至於中共的英機-18反艦導彈 美軍有的是辦法 美軍召喚B-52或B-1B轟炸機 從遠處扔空射SM-6導彈 把敵方導彈攔下來 火控系統交給F-35處理 輕鬆搞定 FA-18EF也能攔截 阿利伯克級驅逐艦和提康德羅加級巡洋艦 也能發射SM-6防空導彈 或者ESSM海麻雀導彈 F-35還能迷惑中共導彈的制導系統 直接讓他們失去目標感知 另外 艦艇也會釋放拖曳誘餌和薄條 進一步提高攔截成功率 這樣下來 美軍不僅能減少戰鬥機損失 還能省下一半的彈藥 別看共軍造軍艦就跟下餃子一波一波的 但打仗能用上的也就那麼幾條 052D和054A 052D的數據鏈和電子系統漏洞百出 跟自家飛機都搭不上話 052D離了航母 壓高就沒法發射火控距離之外的防空導彈 共軍的導彈也是體積太大 發射完一波 補給起來都困難 共軍航母群一場戰鬥下來 彈藥打空很容易 剩下就只能等著挨打 再說 他們的艦載機飛出去打仗 油也不夠 彈藥也少 導彈還沒發完 飛機就沒油了 自己掉海裡淹死了 共軍想要靠這樣航母編隊對抗美軍 恐怕真得喝口涼水醒醒腦子了 好 以上就是這期節目的所有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留言並轉發 也一定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期再見